32歲也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應該來說齁 其實林丹他對自我的要求非常的嚴格 他雖然說當初在他這個 在半退休之下的 他那一年多 其實他還請了個人的體能訓練師 嗯 事實上他只是沒有出來比賽 但是並沒有離開羽球運動 是 對 事實上在今年的6月 就是上個月 林丹代表青島隊 參加中國的超級球聯賽的 準決賽跟決賽 據說青島隊是花了150萬的人民幣 請他出來比賽 但是林丹因為好像贊助商的關係 他始終沒有辦法出場比賽 不過有出來打表演賽倒是真的了 為了讓這個現場的觀眾能夠欣賞 林丹的這個風采還是 林丹是不是腳步有出現的問題 嗯 應該 可能還好 可能重新綁綁鞋帶吧 因為雙方在前面兩局的比賽啊 使用了51分鐘 算是相當冗長的一場比賽 對男子單打來講了 算是節奏進行的 算是比較慢的一場比賽了 嗯 所以這樣慢的比賽 對雙方的體能來講 應該不會是太大的問題了 是不是因為這個商標的關係 他必須要國家隊啊 因為中國國家隊的贊助商啊 跟現在台北球公開賽的贊助商啊 事實上是不同的品牌嘛 其實這個應該是國家隊的贊助商 所以其實你現在穿什麼是沒有關係的哦 跟這個比賽是完全是可以的 應該是可以的 但是其實是你的這個國家隊的贊助商 不讓你穿的話 那問題就大了哦 雙方經過51分鐘的凹戰 應該體能上面應該也多多少少 應該消耗的不少了 不過 或許這兩位選手啊 都是經過身經百戰 千錘百煉啊 應該 對比賽的體能來講 應該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對 所以這個應該是 他這個國家的贊助商 提出來的要求 所以他不能有讓其他的這個Logo出現 那麼林德安在去年 他是在決賽的時候打敗他的隊友王正銘 拿到台北宇宙公開賽的冠軍 那麼在2006年他第一次來台北宇宙公開賽呢 他決賽的